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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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到神汪第一线的时间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首先多谢你的支持 收兵益就留了言 老美支持以色列已经解释了一句 等如判了巴人死亡 一絲希望消灭正PK 是和平的希望 这个又不是完全消灭了 因为拜登也很大奸狗 待会再讲一下 在两国方案里拜登说了什么 他就说以色列 就算搞定这次 都只是为未来更激烈的事情埋下种子 巴人和中东都不会再和以色列讲和了 那 现在讲一下 以色列在 约旦河西岸搞了什么坏事 之前有节目也提过 就是以色列 他们就有请加沙地带里面的人做外劳 那 外劳人工比以色列更便宜 他们请回以色列人很多 巴勒斯坦人做了廉嫁劳工 那请巴勒斯坦人做廉嫁劳工的以色列故事 就在哈马斯火箭到以色列之后 就将 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将这些巴勒斯坦人 送了回去约旦河西岸 那里 那 送了去约旦河西岸 那里 他们这些人 就被 以色列 因为其实以色列的军队是能控制到的地方 以色列的军队 就严格地审查这些人 那什么叫严格审查呢 严格审查就是 屈打成招那些 严刑逼供 屈打成招那些 是一定有的 其实据之前的人道组织所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 去了约旦河西岸的加沙人 就大概有六七百人 有些人道组织就说有上千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实际有多少类似情况的人 但是大家可以 就这样拿个中间数 就当他们有几百人 几百人就差不多了 在他们这几百人里面 以色列捉了一百多人 如果没有搞错就是捉了一百多人 监视他们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些人 在一百多人里面 有些人跟哈马斯有联系 当然不人道 你说会不会有水刑 那些 老实说 我是认为 以色列是会用酷刑的 去对待这些外奴的 你说这样 对不对 这里我就觉得 用酷刑去逼人说话 这件事情 如果你在正常的情况 不是在打仗的情况 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 但是 在打仗的情况下 这样做是不适合的 不 这样做也是不适合的 但是 应该先说清楚 在打仗的情况下 都是这样做 也是不适合的 但是 情有可原 我不是为以色列说什么好说话 但是 他们这样做 当然是令到 在约旦河西岸的人很不满 因为这些消息是会传出去的 你在约旦河西岸 就捉了一些 袈裟过来的人 还有 那些人 有部分困了他们在烂民营 有部分 就是 高度 保安的形式去看管 这些当然是有问题的 那 巴勒斯坦的红辛越会 就 在几个小时之前 表示 至少有三个巴勒斯坦人 在被占领的 约旦河西岸 被以军杀害 是最少三个 另外 就有78个人受伤 这些就不算他 捉了去酷刑的人 因为酷刑的人 应该不知道他怎么 怎么伤发的 他不知道的 那么 红辛越会说 根据这个受伤的性质 伤者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之一 有13个人是被人实弹射击 是实弹射击 有13个人 有3个人 就是被人 攻击和嘔打 有3个就是 子弹的碎片射到 有59个人 就是吸入了 催泪弹 那 那 由 这个 以色列哈马斯 冲突 开始 那现在 在约旦河西岸 最少就有23个巴勒斯坦人被杀 那另外呢 就有 1399人受伤 他整天都会有新的数字更新的 但是总数就是 23个人被杀 本来20个 现在有23个 还有1399个人受伤 其实实弹射击 是最糟糕的 实弹射击一声就死了 很多人也是 现在 当然有些是救得回的 那 那 那 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 美国那里 他们怎么解释 就是这些事情 就是 他否决 这个 就是 停火协议 就是否决安理会的 停火协议 他们有解释的 他们出来解释 就是说 你先听一下合不合理 他说 哦 你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的自卫权 哦 不行的 你哪里是自卫啊 老实说 你在约旦河西岸那里 你现在伤了是什么人 伤了是 其实 都没有出来搞事的巴勒斯坦人 哦 他们最多 就是 做什么呢 罢工 在街头示威 抗议呢 这个 加沙地带那里的医院 被人襲击而已 他是做这些事情而已 罢工都不给啊 啊 罢工 这个是 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罢工的 还有人家是和平示威 你以为和平示威都不行 喂 如果真的去到和平示威都不行的话 那么你美国 2019年的时候 喂 你又谴责 香港警察不让人暴动 香港警察只暴制乱 又不行啊 香港警察也没有杀到香港人 现在 现在你总共在 约旦河西岸那里 已经杀了23个巴勒斯坦人 啊 啊 是不是 喂 美国这些双重标准 就是太离谱了 为什么我要再说一次 究竟美国他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美国他说 你没有说到 以色列的自卫权啊 喂 那么以色列的自卫权 他已经行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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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不是单纯的 行使自卫权那么简单啊 是不是 如果你单纯行使自卫权的话 那当然是没事的 那是单纯行使自卫权 就是 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你不是单纯行使自卫权 在约旦河西岸没有人搞你以色列人啊 是不是 约旦河西岸那里说过 没有人搞以色列人的 是以色列那些极端人去搞巴勒斯坦人的啊 别人做错了 别人 你去怨别人啊 是不是不对 大家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知道 用一些常识去看看 用一些常理去看看 究竟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那先多谢网友 多谢Karen Chan你的支持 收拼业 也多谢Tricia 以及多谢ChanCF你们的支持 有些东西 我们尽量说回事实而已 以及究竟有什么是合理 什么是不合理 根据事实去说 非常温和的 又不是说要 恃笑美国还是怎样 不是这样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 就是 加沙地大的 学校又被以色列炸 这个 你不能冤枉别人了 死了六个人 在学校里面 这是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 还有就是 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公布的 这个是 那间学校是联合国的人员营运的 那些就不会冤枉李以色列的了 那些就 好了 还有联合国的近东救济工程署 就是UNRWA 他们表示 这一宗爆炸是 炸到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那里 几十人受伤 学校的 结构 是受到严重破坏 这些不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做的 这些很明显是以色列人做的 是不是 还有 联合国方面 这个 我是用联合国来说 我不会攻击联合国的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说清楚 联合国做大部分的事情 我也是支持的 尤其是人道救援 那些紧急救援的事情 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 以及紧急救援的副秘书长 这个是Martin Griffiths 他说的我绝对相信 Martin Griffiths说的事情 他说在加沙 现在已经有近三十个医护人员死亡了 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 说了最少 现在 有二十三个医护人员是受了伤的 有三十个死亡了 他还说在加沙的卫生服务 面临着满足不到不断增加的 伤患者需求的严峻挑战 还有医疗用品水燃料严重短缺 那么对 那个El Ali医院的襲击 是为这个遥遥欲罪的医疗系统 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 他就说在冲突爆发之前 这个El Ali的阿拉伯医院 每年照顾的病人是四万五千个 就是这样 好 好了 也多谢Jason Tam 你的支持 喏 现在当然是 美国是 有些事情是很离谱的 喏 现在说它离谱的是什么 自己的美国人在国内示威也不行 自己的美国人在国内示威也不行 扑你的街 就是 在 喏 美国现在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投票 现在休会了 失败了 那么 有 美国的示威者 是犹太人 他就在国会大楼外面 呼吁 以色列和哈马斯 停火 这次犹太人出来示威 示威者出来说 不要用我们的名字 就是说 以色列 这样 去打哈马斯 不要用我们的名字去做 我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这些是有良知的人来的 有良知的人 结果扑你的街 在 美国的国会大楼外面 就是因为非法示威被抓了 喂 美国示威也不行啊? 喂 美国 又是民主国家来的 示威也不行 其实呢 他们没有冲进国会大楼 这个是 一定要讲清楚 他们是 昨天10月18日 美国时间的时候 他们去示威而已 几十个 还不是多 是几十个人而已 他们说不要用他们 犹太人的名义 去做这麽不义的行为 这个是 美国人里面的良知 来到美国人里面 有良知的人 结果被警察抓了 你说在外面 不要冲进国会示威 就这样在外面示威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这是正常的事情 就是叫他们停火 是不是 这是美国里面的犹太人 出来说的 他冻牌子 他写 APA Juice say cease fire in Gaasa in Gaasa 喂 这些是美国犹太人出来说的 巴勒斯坦人的命都是活 你的 你想想 你竟然抓了示威的人 多少人被拘捕不知道 他說他是非法示威,拘捕了他 這些有沒有搞錯 香港也沒有試過拘捕示威的人 香港就有拘捕暴動的人 示威沒有人拘捕的 暴動就是非法 示威就是很簡單,很小事而已 這樣也拘捕人 這些真是天理何在 這真是 是混蛋 有些人說你支持示威暴動人 我沒有支持示威暴動人 示威是一個人權 你在內地基本上 有時候都會有人出來拘捕示威 就是維權那些行動 在國內整天都有 譬如被人騙了錢出來遊行 在國內也會有 對不對 這些是 喂 權利 基本人權 示威是基本人權 遇到很不公道的事情 出來示威是很正常的 暴動當然我認為是不行的 但是 走出來示威 很小事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喂 我 說真的 走出來示威 其實小事都不得了 你竟然拘捕人 這件事就是發生在 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 說人家是非法示威 這件事 你有沒有搞的 這件事 你這樣做 你是不是 瘋了 這班人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講一下主題 因為這件事太離譜了 為什麼整天早上都是講這件事 可能會講一下其他話題 不過其他話題 我的選擇就是 可能是錄音這樣出 我其實有其他話題想說的 但是 現在那些 外勞 回到我一開始講的那裡 外勞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 在 約大河西岸的 加沙地帶 巴勒斯坦人 即是以色列的外勞 很可能做以色列人質 我告訴大家實情就是這樣 即是以色列的無良僱主 去做的事情 現在 老實實搞到 加沙人禍不單行 即是離開了加沙的人 也是有可能 即是 受到不必要的虐待 即是這些是 太可恥的事了 好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再講主題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空心 那是 10個 發生 加沙人禪 你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